新竹县人口增加快速 县府扩大县力妇幼馆服务量能 将耗资2.9亿元进行增建工程 同步解决老旧建物漏水问题 未来二楼规划为托育中心和妇女陪力学院 一楼则要作为早疗日间托育中心 全面照顾富有 走廊放置水桶要承接从天花板滴落的雨水 新竹县妇幼馆老旧改善漏水也解决空间不足 县府将斥资2.9亿进行二楼增建工程 人口成长或者是各方面的快速发展 所以在我们的社福工作里面 有关县长所说的老中亲幼 在这个妇女跟儿少这一块 我们看到我们即便在少子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朱北市新竹县的人口 那个幼儿人口还是 新生人口还是在增加 那另外就是我们给妇女更多的一些空间 像妇女的赔利或者是新住民的一些场域 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富有馆使用超过14年 地下二楼停车场地下一楼现由交通队使用 因应竹北人口增加 县府扩大富有馆服务量能 除了要翻新一楼 修缮楼梯 办公室避癌和走廊漏水 也要进行二楼扩建工程 裁高低建层再生绿建材 外观白色主体 运用不同立面角度带出视觉律动感 将作为托育中心妇女陪力学院 以及新住民家庭服务 舞蹈烹论教室等 一楼则会规划早疗日间托育 社福办公室 社区公托家园 以及家庭教育中心 那事实上我们这几年新竹县 在早疗这个特别是日照这一块 是比较不足的 那就在一楼的空间里面 我们就规划出做这样一个早疗日照 那就是希望能够替我们的早疗家长 他的孩子在日间照顾这方面 可以做一些资源跟协助 工程已经发包 预计明年初动工 113年完工 全新的妇幼馆新增早疗资源中心 能就近照顾县内持幻儿 让托育青少年新住民服务 也都更完善 我们下期见